2018年12月,上海浦东。一女子抢夺公交司机方向盘。造成公交车辆失控。与路边车辆相撞。最近,记者获悉。她被取消了上海落户资格。路旁两辆车受损。 2018年12月4日九时许,一辆护台783路公交车,沿张阳路,由西向东行驶至张阳路居家桥路站台后,司机打开后门,带乘客下车后把门关了。 而后,司机听见车后方一女子喊叫,司机遂再次打开后门。据车内监控显示,梁某某右手持子站于门前,但未下车,并面向公交车司机方向言语。 4秒之后,车门关闭。第二次关门之后,女子再次示意要下车,车门于3秒之后又一次打开,而梁某某人未下车,并再次面向公交车司机言语。 持续10多秒之后,车门关闭车辆启动。在车辆启动后,梁某某从车厢中部快速走至司机身旁,与司机发声言语争指,同时右手握住方向盘,与司机争夺方向盘。 过程中,公交车明显向左偏移,并撞到左侧车道的一辆电力公司工程车,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,公交车内使余民乘客无受伤情况。 2018年12月4日当天,梁某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,危害公共安全罪,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。不久后,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,以涉嫌以危险方法,危害公共安全罪,对女子梁某某批准逮捕。事后被批捕。为此失去落户资格。 近日,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获悉,在检察机关提诊犯罪嫌疑人梁某某的时候,梁某某供述说,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,她再过几个月,就可以在上海落户。 检察院透露,案发前,梁某某作为一名常年在户的外地来户人员,几个月后,即将获得落户资格。 然而,因为这次抢夺公交司机方向盘的冲动之举,梁某某一涉及到刑事犯罪案件,触犯了刑法,她的落户资格肯定已经取消。 承办检察官表示,梁某某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的后果,但是她还是致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于不顾,实施了拉拽公交车方向盘的行为。 她的行为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,但是足以危害公共安全,已经触犯了刑法第114条的规定,涉嫌以危险方法,危害公共安全罪。 最高人民法院,最高人民检察院,公安部在今年1月发布了指导意见,对于此类危害安全驾驶的行为,进行了明确的性质认定,并且要求对此类行为从严依法惩处。 网友热议。这一话题也迅速登上热搜。大快人心。这种惩罚很有威慑力。建议全国推广。 在北京。有人因为一顿酒,也喝掉了自己快到手的北京户口。 2018年年底,一位中年女士急匆匆来到北京海淀法院执行局,为自己的丈夫缴纳,因危险驾驶,而被法院判处的3000元罚金。 在办理罚金手续过程中,这名女士不停询问,我丈夫因为酒驾,被判危险驾驶,那她通过人才引进办北京户口的是会受影响吗? 法官解答道,您的丈夫构成危险驾驶罪,这便是有了刑事前科,那么人才引进需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,肯定开不出来,因此,用人才引进政策办理北京户口的路行不通了。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北京市人才已经管理办法实行,中第十四条规定,你引进的人才应无形式犯罪记录。 听到这话,女士神色安然,嘟囔着,我丈夫很有才华,技术工作做得很好,这么长时间我帮着他跑人才引进,眼看着就要把户口办下来了。 兼职亡然。